入境大門一打開 滯留在日本東京大學的 台灣旅客大包小包快步擠走 因為真的好想家 就是突然 怎麼無預警就把你砍了 就只能說無奈 比如說他們提供給我們水啦 食物啦這些完全都沒有 是不是在那邊 不好意思 台市大教授洪志文 也好不容易下了飛機 但前日他在臉書大罵 全日空將旅客丟包登機口 沒水沒飯吃 同團的家長更指控 航空公司不協助 小孩沒水沒奶 幾乎要斷食 一個班機都沒有 然後就是直接自己想辦法 然後重點是 孩子們真的是沒有尿片 也沒有奶粉的情況之下 然後剛剛在飛機上還吐了 因為他整個晚上都睡不好 然後剛剛很不舒服 然後下飛機的時候 也是一直都在那邊抖 大雪讓23號 還是有6班抵達松山機場 飛機延誤 淘機跟延誤12班 可以看到登機門前 旅客興起的聚在一起 不知該如何是好 有人乾脆放棄打地鋪睡 而這樣的情形 氣象專家預估 恐怕下週要赴日的民眾 還會遇到 29 30 31 日本也有機會 會受到所謂的 炸彈性低企壓 或是萌爆型低壓的影響 大雪是天候因素 不可規則於航空公司 全人工表示恐怕不會賠償 也因為接下來 還是要赴日的民眾 都要特別當心 一般的旅遊平安險 你在這一塊有沒有保到 一批旅遊不變險的這一塊 建議民眾 颱風天下雪的狀況出遊 最好還是保旅行不變險 且千萬要記得和航空公司拿延誤證明 才能增加對自己的保障 記得盧侯物品台北採訪報導